說走就走 一個人旅行好自由 那早上因為說是我就打工 偷偷存一點現金 18歲那一天 我就從我爸爸去偷走我的護照 我就自己訂了機票 騙他們的時候去參加救國團 我就肯定 其實我去了倫敦 今晚九點 女人好心靈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第二題 發育中孩童多吃花生 除了可以預防近視外 還可以幫助增強記憶力 對我手 請搶答 請搶答 嗨 牙翔了 徐老師 請作答 對 可是肝記憶力什麼關係 對啦 對 恭喜你的回憶 對啦 花生含有護眼成分 但容易長青春痘的人 最好少吃花生 避免體質太過燥熱 對或錯 請搶答 感覺應該 自由姐 請作答 對嗎 恭喜你 答錯了 他拿我錯 我好不容易按到裡面 好險 這集我沒答 因為我會答罪啊 我覺得應該是對啊 對啊 我也覺得罪耶 小時候不都這樣肥皮實驗 就是罵 等等 大家會幫你解答 最後一題囉 花生營養高 但油脂含量豐富 想減肥的人 最好避免食用 對或錯 請搶答 這應該是對 我覺得 恭喜你 答 減肥應該不能吃花生吧 就是肉量很多 對啊 油脂很高不是嗎 剛剛不是說 答案是 恭喜你答錯了 好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奇怪 我真的聽你覺得很不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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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題裡面只答對了一起 這一集他們都不是 短事嗎 是短事 花生營養短事 這次該怎麼講呢 大家誤會太 誤會大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花生還有許多的營養 吃黑金剛花生的護眼效果 對 為什麼 黑金剛就這個啦 就是裡面黑黑一個一個 黑色的這個 是啊 很醜啊 像裡面的這個果仁裡面是 黑色的部分 很貴耶 這個很好吃 很香 其實很貴又很難買啊 老師是不是也是因為 這個黑色的東西 讓它別的花生產成分高 對啊 這是我們台灣 農業改良以後 所產出一個特有 嗯 品種啊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驕傲 那它的這個 植化素 就比起一般的花生來講 多了一個化青素 發育中的孩童吃花生呢 除了能預防近視外 還可以增強記憶力是對的 它哪個部分讓你增強記憶力 它的這個油脂 就是好的油脂 對於神經的發育很重要 比如說像軟鈴脂 因為我們 腦神經發育的時候 它神經要長出去 外頭要有一個絕緣體嘛 那個絕緣體就是需要這些油脂 我們腦袋沒有塑膠材質的絕緣體啦 都是用油做絕緣 所以那個油就包在那個神經外頭 就是它的神經就不會那個 跟別的神經那個走電 就是烙電的 熟化電 對 熟化電 對 好來 容易長青春痘的人 最好少吃這個我跟你講 大家一定這麼認同 對啊 這一隻花生會長 自己都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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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就沒有長豆子嗎 我有啊 所以我就很少吃花生 怕會長豆子 所以牌老師跟大家好好講 為什麼 它這個花生本身它的屬性是乾潤的 對 那但是如果你烹調技法不對 就會變成燒熱 所以你如果 或者加辣椒啦 現在不是有很多 有名的花生的教育大堆 黃叉齁 對 那種用油去爆了 用一些那種麻辣的方法去弄的 可能都不行 對 剛剛烤的是營養題 我們再來烤的是挑選 好 這怎麼是 怎麼煮出軟爛綿密的花生呢 我們請可蘭示範做吧 在我們煮花生湯之前 先加我們的花生 先香炒過 因為你香炒過之後呢 我們的花生的香氣會全部出來之外 到時候它的那個營養 都吸收在裡面之後 然後加水下去 它就可以煮出軟爛又綿密 又好吃又有香氣的花生囉 先炒然後再煮它 對 怎麼樣才可以煮出 軟爛又綿密的花生呢 先將這個剝殼的乾這花生 先放到我們的水裡面 然後大概浸泡三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把它拿起來 拿起來之後呢 放到我們這個保鮮袋裡面去 冰到我們的冰箱冷凍庫 就可以煮出又軟又綿密的花生囉 直接在冰箱裡面煮啊 不是啦 然後一拿冰的之後 直接拿出來 你把它冷凍起來之後 再來要煮花生冷湯的時候 再把花生放到水裡面把它煮開 這樣是不是時間會縮短呢 而且可以煮得比較軟爛呢 我們這一組不僅短是中文也有問題 太難了吧 這兩個我都覺得有問題耶 對啊 那就試試看看看囉 什麼叫炒一炒 怎麼可以炒一炒 A或是B 哪一個有道理呢 請舉牌 我也覺得是B 對不對 答案是 放完之後 好 等一下 都答對了對不對 我問為什麼 因為我聽那個 那是煮花生他老闆娘給我講 他說他把他放到冰箱裡面去 冷凍了以後再拿出來煮 他說會比較軟爛或綿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並不知道為什麼 那佳瑞呢 因為A一定是錯的啊 那只是要B 沒有人知道答案了 只有呢 因為我也覺得A一定是錯的 因為A他煎過他旁邊的外表 他三個應該各扣一分了 是不是因為他泡水的過程 他讓他有點水分 還是冷凍給他Frozen 給他凝結在裡面 存在裡面 你看就短視 中文造語不好 現在科學也不行 然後眼睛又差 就是因為不吃花生老生 就是因為不吃花生 對 怎樣 其實這種做法不只有花生 包括米啊 然後黃豆啦 糙米啦 都可以這個樣子 因為冷凍再解凍的時候 水分子會漲大 所以下次再打的時候 不要說是A一定錯 好啦 注意喔 帶殼花生怎麼保存比較好呢 我們請可蘭示範出白 好 像這樣帶殼的花生 我們要怎麼樣保存呢 首先先準備一個蜜蜂罐 這樣帶殼花生先放進去 好 放進去之後呢 準備大概一小把的米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瓦斯爐上面 把它炒乾 然後炒香 炒乾了之後呢 再把我們的生米 跟我們的花生放在一起 但要待它放涼喔 不要在熱熱的時候 然後這樣呢它就是可以 因為我們炒乾的生米啊 它就裡面沒有水分 所以它就可以幫助我們的花生在裡面 如果它有水分出來 它就可以吸收到裡面 所以它就可以保存的 這樣好 好 帶殼的花生要怎麼保存呢 首先呢 準備一個這個保鮮袋 然後在上面呢 你可以把它刺一個洞一個洞的 好 然後之後呢 把我們的花生放進來 密封起來 直接掉在我們的通風處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花生還滿怕受炒的 所以你把它掉在通風處 因為我去買菜的那個菜飯 他們都是這樣做的 花生菜都這樣做啊 是啊 我去兩個都沒道理耶 請舉牌 我不會這個 2 1 我們又把壞的去掉好了啦 答案是 一般家庭主婦對公保蝦人的意向就是 蝦子要醃 要過油 醬汁比例又老是記不住 今天瞧瞧詹姆士的新做法 保證一看就會了 我們今天做的做法 是比較簡單的做法 不用需要到醃蝦子 但是也不用過油 它就很好吃了 蝦子的部分我們把它丟進來 直接燙 因為不油炸 我以為要燙的 燙完之後馬上撈起來 就往裡面那邊丟 好 然後再來有沒有 收拾抽得差不多了 花生來了 花生進來 花生進來只要拌個兩半 這樣就很好吃 花生也不會炒 那個蝦子真的很Q嗎 很脆 很脆嗎 而且好新鮮 好鮮美 它有粉粉的嗎 滑潤 沒有 它沒有醃過也不會粉粉 不會很脆 很鮮美的 好好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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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